这个脑门贼亮的男人是田家庄村长 此刻他正坐在田冲家院子里 一边嗑瓜子一边提议 田舅舅从屋里冲出来 但田冲有些犹豫 他觉得再办一次酒席有些麻烦 却被田舅舅直接给赶了回去 村长问田母意见 田母却有些吞吞吐吐 村长一拍大腿 田母还有些犹豫 村长便自己做主 开玩笑道 田冲和忠惠躲在门后面 看他们张罗着 笑得乐不可知 说干就干 村长吩咐自己媳妇 叫上村里的姑娘和媳妇 带着家里的什么花的绿的 把田家布置布置 好好热闹热闹 说布置这就布置上了 田舅舅拿着刚写好的对联 正要往门上贴 就看见二凳子 忍不住跟他显摆显摆 说是村长专门让会计写的 两人一起将对联贴上 姑娘们抱着喜字贴到窗户上 小伙子拎着灯笼 端着酒席上要用的碗筷菜碟 来来往往都是帮忙的人 院子里张灯结彩的 连骷髅的老树干上都绑了红绳 热热闹闹的 田舅家没一会儿就换了心眼 田某也把压箱底的大红焙面 拿出来给新媳妇 田舅舅带着帮手们 来到了村里的小卖部 嚎横的叫掌着 快快快 你把这箱子给我装满了 糖 花生 花籽 那里边那桶 三十斤的 你给我打满了 老白干 得嘞 田舅叫完村里人参加酒席 就在路口遇见了 刚买东西回来的舅舅 赶忙上前把东西接上 他的小脑瓜发出了疑问 为什么村长要再摆一次酒席 你说你个傻小子 你妈这辈子在田舅桌上不容易 知道不知道 他知道你到插门了 他心里不痛快 你知道不知道 这会儿正好都在 办一个酒席 未及一下老人怎么了 田舅这才明白 这是给他母亲争脸面的事 院子里宾客满堂 田母和田舅舅带着薰花 乐呵呵的招呼客人 新房里头到处贴满了喜字 红艳艳的一片 灯上也挂满彩车 中会也换上了大红色的新裙子 整个人喜气洋洋的坐在炕上 田舅偷偷摸摸溜进去 吓了他一大跳 看着娇艳如花的老婆 田舅躲在窗帘后头 出言调戏起来 谁家小媳妇啊 好不好看啊 不 我就问这么好看小媳妇谁家的 中会也笑嘻嘻的打去道 谁家儿子这么有出息 找怎么好看的媳妇 老田的大小子啊 中会看了一眼热热闹闹的窗外 都来了 全来了 田舅看着娇羞的媳妇 忍不住凑了上去 干什么呀 但田舅实在忍不住了 在媳妇脸上呛了好几下 这才告诉中会 一会儿他要把中会背出去 中会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田舅却说 这是他们这儿的规矩 就得背着媳妇见公婆 规矩 嗯 那咱得练练 那练练吧 说着田舅就背上了中会 哎呀我的媳妇 哎 那你熬晕 你把这对媳妇 儿子结婚 当娘的能不高兴吗 田某今儿一天嘴角就没下来过 老嫂子 高兴吧 高兴 他不高兴呢 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村长一看 及时已到 就招呼几个年轻人进屋 客人闹腾的不行 村长不得不拿出自己的威严 维持秩序 别喊了别喊了 新郎新娘 拜堂了 咱们现在真是开始了 在掌声中和呼喊声中 田冲杯的中会出来了 在众人的吆喝声中 田冲杯的中会 按田家庄的习俗转圈 等转够了 人也晕乎了 在欢笑声中 当着全田家庄 父老乡亲的面 田冲跟中会 拜了天地高堂 村长刚正宣布完开席 就有人闹腾起来 观众都沸腾了 小两口满脸的害羞 在村长的镇压下 他们才歇伙 大猪蹄子 老白干 羊肉 小炒 菠菜犬 满满一作作的好菜 吃的人是满嘴流油 田冲带着中会端着酒杯 田母正想起身 就被田舅友压下来 田舅友忍不住酸了 田舅友只语重心长的 说了十个字 好好过日子 早点生孩子 田母脸上挂着笑 眼里也止不住的期待 两人敬完舅舅敬村长 感谢他这么多年来的帮扶 等敬完一圈 两人都喝了不少酒 可怜天下父母心 田舅舅心里高兴 又多喝了几口 忍不住想起姐姐 这几年的不容易 田冲爸爸去世早 田母一把屎一把尿的 把他拉扯大 从不轻易说苦 一心为着田冲 现在好了 田冲长大了 终于有个盼头了 今天好 今天好 你要你妈高兴了 好小的 钟慧听得满眼泪花 当场就决定要带田母 一起回城里 儿媳妇想要孝敬婆婆 这天底下没有拒绝的道理 但田冲却顾虑着 陈卫红的情绪 你怕我妈是吧 不管她 你不管她 我得管她 我答应她了 我说咱俩以后 不跟我妈一块过日子 他让钟慧在认认考虑下 至少要跟陈卫红商量商量 让她知道 但钟慧却不愿意 认死底的老婆 坚持要把婆婆接回家住 出了车站 钟慧才联系陈卫红 陈卫红急忙问他们情况 得知田母已无大案 才松了一口气 但钟慧却告诉她 他们将田母接过来住了 陈卫红忍不住发了脾气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事先 跟我们商量一下呢 但钟慧却直接挂了电话 钟慧安慰她不要埋怨 让她对人家好点 事已至此 就算她再不愿意 这亲家母要上门 陈卫红只能先打扫好屋子 再迎客 回家时已经到了晚上 安排好田母的住宿 一家人就各自回房休息了 鸟叫的第一声 这个老太太就醒了 她看了眼窗外后 就趴到门口听声音 在确定人还没起床后 忍不住嘟囔了一句 这什么的还不起 闲不住的她 一大早就去敲自己儿子门 田冲迷迷糊糊的开门 就看到了她那闹幺蛾子的妈 她想劝田母再睡会儿 但田母却说 自己勤快惯了 天一亮就睡不着了 我想上厨房啊 烙点饼 给你们大伙做早饭吃啊 田冲轻松着睡眼 说那是人小勤干的 你抢人工作干啥 钟慧看着婆婆满脸失望 忍不住插嘴 小勤那我妈做的好吗 我就爱吃妈做的饼 那我陪你去厨房 露一首给他们尝尝 老太太瞬间没开眼笑 钟慧也强忍着困意 要给婆婆打下手 这个食指不沾羊唇水的大小姐 把围裙给婆婆带上后 就开始翻箱倒柜的找原材料 面呢 只见她四处琢磨 翻翻冰箱 找找灶台 在婆婆的质疑声中 才在柜子里翻到一袋面粉 盆 盆 盆 钟慧上翻翻下找找 挠着头才在抽屉里找到盆 水呢 水 水 最好是温水 只见她拎着水壶 接了点水放在燃气灶上 齐活 田某心齐的看着城里人用的灶台 这是灶火吗 对啊 怎么用啊 钟慧眼珠子转了转 我叫你们 把手给我 我 对啊 有电吗 没事 你来看啊 你尝了 哎呀 着了 哎呦 真方便啊 面皮上撒少许盐 撒匀了 用擀面杖一擀 再淋上少许麻油 抹匀 用刀切一个口子 折成四叠 揉成团 再用擀面杖擀成厚薄十种的饼皮 在平底锅里抹少许油 小火慢热 等油温热了 再放上饼子 烙到两面金黄 隔壁小孩都常哭了 厨房里梯里光浪的声音 吵醒了睡着的陈卫红 他看了一眼窗外 揉了揉眼睛 翻下床对着镜子 三两下把头发好起来 眼镜一戴 外套一穿 准备干账 啊不 准备查看 只见自家小妙儿钟慧 跟在田母身后 开心的蹦得着 陈卫红随口问了一句 干嘛呢 妈我们烙饼呢 钟慧跟我学烙饼呢 陈卫红皮笑肉不笑的回了一句 学烙饼 啊好 那你们忙 你们忙 扭头一屁股坐在床脚上闷气 钟慧问他怎么了 你女儿在抽什么疯呢 一大早跟着他婆婆在学做烙饼 闹到厨房里乌烟瘴气的 钟慧听了还觉得挺高兴 自己闺女儿终于长大 还值得要下厨房了 可陈卫红却不这么想 她头都要炸了 她只觉得自己家里 被这些乡下来的土包子 搞得乌烟瘴气 乱了乱了 全都乱了 钟慧兴兴的端出自己做的饼 迫不及待的向父母炫耀 我谁会烙饼 老爸 真的 你说烙饼了 钟慧超级捧场 满口夸赞 钟慧拿了块最大的饼 殷切的递到陈卫红跟前 尝尝 你尝尝吗 我做的你尝尝 可陈卫红却十分嫌弃 哎呀 我不吃这种油糊糊东西的 一家人都变了脸色 钟慧捧着饼站在原地 有些不知所措 钟慧这时出来打原厂 哎 问红 味道还不错呢 你尝尝 陈卫红满脸不情愿的撕了一块 跟要了他命一样放在嘴里 嚼了几下 哎 真香 钟慧见母亲喜欢 高兴的原地蹦跶起来 直夸自己 哇塞 天才 能得到钟慧红的一声还不错 家里人都松了一口气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这里是渣渣 为您提供嘻嘻哈哈 记得点赞关注哟